大家好 大家疫苗都打了吗 现在应该大家都意识到 如果疫苗接种数不够的话 应该就是会一直没有办法 撤你的解封 所以最终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可能都是要选择打疫苗 现在澳洲这个接种率也越来越高 大家都是一窝蜂的跑去打疫苗 现在呢是16岁到39 这个年龄段呢 只有两种疫苗可以选择 就是辉瑞, Pfizer, AstraZeneca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似乎对辉瑞 还是比较有好感 预约上也会比较困难一点 我那也就跟风去预约了辉瑞疫苗 接下去呢我就会记录一下 我的辉瑞第一针整个 从预约到当天去打疫苗 和之后几天的反应 给大家参考一下 现在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预约的过程 不管你是选择Pfizer 还是AstraZeneca 都是在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面去预约 由于呢这个特别是辉瑞疫苗 特别的抢手 我建议大家提早先注册好你的基本信息 它会让你填写一下基本资料 还包括你的一些个人情况 比如说年龄啊 工作情况之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的疫苗 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都想要打辉瑞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拼手速了 所以呢一定要先注册好 到时候去抢这个疫苗的时候 这个年头连疫苗都要抢 到时候你要抢这个疫苗的时候 就可以已经登陆进去 如果有空位的话 就非常快速的抢到那个位置 这两天呢我是拿出了抢折扣乐高的本事 才抢到了我现在这个预约的位置 真的需要碰一点运气加上一点技巧哦 很多宝宝已经知道了 但是不知道的宝宝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抢疫苗呢有一个外挂网站叫CurveQ 要登陆进去 选择你所在的城市 然后你可以过滤出 想要去打疫苗的location 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系统叮的一声 就表示有空位了 可以去抢位置了 就不用你在那边不停的刷 不停的刷 不停的刷 但这个时候也要拼手速哦 那个位置绝对会在一分钟之内 大概几秒钟就会被抢掉 所以听到叮之后就立刻点进去 立刻抢下你想要的那个时间和位置 不要太过纠结 这个时间是不是太早太晚 是不是不喜欢 这个之后都可以改的 先抢上再说 今天刷了一下我之后呢 终于给我预约上了 到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打疫苗的过程哦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打疫苗的地方了 它还挺好找的 到处都有这种粉色的标示 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 看到全程都有这个粉色的标记 所以就跟着他这个箭头走就好了 还挺多人的耶 车库都是满的 真的还挺多人的今天 不知道他们等一下会不会让我拍 嗨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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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 哈啰 我现在已经打好疫苗到家了 很可惜就是到了那边之后 他就全程完全不让拍照或者摄影 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能用口述的方式 大概跟大家说一下整个打疫苗的过程 我是差不多三点左右打了疫苗 所以现在是差不多离打完一个小时左右 目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连手臂酸痛都没有 下去的24个小时我就会接着来观察整个打疫苗之后的反应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反馈 到了医院那边之后 他就是先让你扫一个二维码 然后确认一下你预约的信息 这个时候你就给那边的工作人员看一下 你预约之后收到的那个二维码的确认邮件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个医用的口罩让你换上 然后就可以进入打疫苗的地方了 到里面之后呢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再次跟你确认你的预约信息 这个时候你需要出示你的证件和你的medicare卡 确认物之后就可以进去等待区了 之后就是等护士叫到你的名字 就可以进去打疫苗了 这个等待的过程是很快的 差不多也就五分钟左右吧 就已经叫到我的名字了 然后你就会跟着护士进去一个小房间 护士会再次确认你的个人信息 问一些例行的问题 比如说你有没有对药物过敏啊之类的 然后他会叙述一遍 打疫苗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 还有会跟你讲述一下 打完药物之后有百万分之二的概率 会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 这个虽然概率很低 但就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在打完疫苗之后 两个星期之内出现任何的不适 包括呼吸困难心脏不适 就要立刻去看医生了 最后护士会再次跟你确认你是否同意打疫苗 确认之后就扎针了 扎针的过程超级快 大概两秒吧 我袖子刚卷起来 他就帮我扎完了 然后扎完针之后呢 护士就会发这张小蓝卡给你 表示你已经打过第一针的疫苗了 之后呢 你就会进入一个15分钟的等待区 你在这个15分钟之内 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可以离开 这个时候护士也会一个一个叫你的名字 叫到你的名字 跟你确认你确实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情况 就可以离开了 在那个等待区的地方 他有放那个二维码在那边 让你可以扫描 预约你的第二针 可是那个医院的信号超级烂 完全都连不到任何的网络 所以等于也是一场空 我有问那个护士是大概隔多久去打第二针 因为好像众说分云 有人说三周 有人说六周 护士是说六到十周之内都可以 如果能更早当然更好 他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 应该很难预约到六周之内的针 所以这表示我们第二针辉瑞 可能又是一个拼手速抢针的一个环节了 好啦那我晚一点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之后的状况 现在是晚上九点了 距离我打完辉瑞第一针的疫苗 已经过去整整六个小时了 然后目前我怀疑我是不是打的假疫苗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和感觉 一定要说的话 唯一的感觉可能就是 对就是这边针点的部分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酸痛感 而且也不是很明显 举手臂举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举到那么高 才会感觉这个针眼的部分 有那么一点点的酸痛而已 其他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那我希望我真的可以很幸运的 不会有感觉到太多的副作用吧 继续观察 然后等明天早上起来之后 再跟大家汇报 晚安啦 哈喽早上好 今天是我打完疫苗第二天早上的十点 我是昨天下午三点打了疫苗 所以距离打完疫苗已经过去了 19个小时了 昨天睡得很香甜 没有任何的不适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打针的这个手臂 变得非常的酸痛 主要就是上臂这个针眼的部分很痛 我现在差不多局到这里 就已经非常痛了 除此之外 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特别明显的症状 那我还是记着观察 到今天下午的时候 再最后跟大家汇报一次 待会见啦 哈喽 现在是下午三点了 所以离我昨天打完疫苗 已经过去整整24个小时了 还是跟白天一样 就是仍然感觉手臂酸痛 但是也没有非常的严重 我刚刚还去超市买了东西 也没有感觉好像不能提东西之类的 除此之外 就是觉得今天稍微有一点点疲惫 有点困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早上睡了个回笼觉的关系 所以总体来说 在这个最容易发生副作用的24个小时之内 我整体体现出来的副作用是非常的轻微的 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宝宝说会头疼脑热 甚至发烧月经不调这样的情况 我目前都还没有碰到 所以现在目前感觉还挺幸运的吧 大家在打完第一针之后 都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还没有打的宝宝也希望你们打完之后 都不会出现非常不适的副作用 这次灰味第一针的全过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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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